《圣经浩阴》 《圣经浩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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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主的名向大家民安 我是林彬 《圣经浩阴音乐》 顶姐妹主力平安 我是芷珊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圣经浩阴音乐》 这一部《茶经》节目 与我们一起查传道书 今集我们会查传道书的第六章 先看第一和第二节 传道书六章一到二节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 重压在人身上 就是人梦神赐他之才 丰富、尊荣 以至他心里所愿的一样刀不决 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 反有爱人来吃用 这是虚空也是和患 传道者提到 人世间另外一件恶事或者坏事 经常发生 重重地压在人身上 人得到神所赐的财富 在五章的十八至二十字也提过 不过那里的情况和在这里很不同 前面那一个人 在得到他自己的份之后 能够吃开神所赐的 而这里的人虽然得到更多 加上丰富和尊荣 一无所缺 但是就无办法享用 不单止这样 这三样东西 即是知财、丰富和尊荣 还被外人 即是和自己没有血缘的人享用 或者值点说 被外人吞了 这些不单止是虚空 传道者再说多一次 是和患 我们接着看三至六节 传道书六章三至六节 人若生一百个儿子 活许多岁数 以致他的年日甚多 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 又不得埋葬 据我说 那不到期而落的胎 被他倒好 因为虚虚而来 暗暗而去 明智被黑暗遮蔽 并且没有见过天日 也毫无知觉 这胎被那人倒享安息 那人虽然活千年 再活千年 却不享福 众人岂不得都归一个地方去吗 人当然不可能生一百个儿子 他的意思是儿孙满堂 岁数甚多 即是说他好长寿 两个加在一起 当然就是福气 但如果他的内心 不以为这是享福 当然就不算是福气 至于不得埋葬 不是表示他死无葬身之地 而是指葬礼草草了事 甚至没有人为他送殡 林斌 未到期而落的胎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那些流产或腰折的宝宝 他们之所以被这个人有福 是因为死的胎 虽然没有享受过人间的幸福 但也免去受人间的痛苦和灾难 去去而来 暗暗而去 是指这个死了的胎儿 虽然没有被人悼念 也很快会被忘记 但因为他从未踏足过这个世界 没有经历过人间的痛苦 所以被那些长寿 但享受不了由神得来的福乐的人 暗然离去 豪得多 这段经文并不是提倡厌世主义 相反 传道者是劝导人 应该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人的生命不在乎长短 而是在于品质 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 是六章的七至九节 传道书六章七至九节 人的牢牢都为口福 心里却不知足 这样看来 自为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 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 有什么长处呢? 眼睛所看的 比心里望上的倒好 这也是虚空 也是暴风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这么说 人心不足 蛇吞仗 可以与第七节的经文互相辉映 人的生活所需 或者可以透过牢牢得到满足 但是人心里头的渴望 这个可以解释为心灵的满足 就很不同了 接着下来 传道者又再次提到 智慧人和愚昧人 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口福之欲 智慧人比愚昧人 就只是多了欲体和精神上的享受意义 至于心灵深处的需要 就不见得有什么不同了 至于那些在物质上有贫乏的穷人 在道理上 他们比一般的人更加清楚 所以客观道理和自私是一回事 主观经历和享受 又是另外一回事 人如果只有道理自私 而缺乏经验 那就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个人之处 人总是贪心的 得一想而 眼看见实质上的东西 总比超乎自身能力 不像实际的欲望好 所谓知足常乐 我们得到的东西虽然未必是很丰富 但总比得不到的贪念好 我们看这一章最后的一段经文 传道书六章十至十二节 先前所有的 早已起了明 并知道何为人 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憎 家争虚浮的是几多 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 就如影而经过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 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 有什么事呢? 传道者首先赞颂神的大能 神从太初就有 神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 这一切人都应该知道 神赐给人智慧 所以人知道自己的长处和弱点 清楚明白 人能够和给自己大的神相憎 人永远都不能超越神 在第十一节提到虚浮 它和虚空是否同一个意思呢? 虚浮在希伯来原文和虚空是同一个字 虚浮的事是指一些不切实际 或者凭空虚求的事 在希伯来原文 事如果是复数 大部分都翻译做很多事 如果是单数 就会翻译成为华语 这一节经文的事是复数 而是世人对以后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只能够作出猜测 或者我们看看圣经当代日本的传道书 六章十一节怎么说呢? 圣经当代日本的传道书六章十一节 其实话越多、越虚空 这对人又有什么益处呢? 嗯,那我就明白了 因为一切都有神的掌管 所以任何的谈论都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人生的问题 那对人又有什么益处呢? 是你将最后的一节经文 传道者为人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 人生就好像影一样 转信即逝,不留痕跡 人对自己过去的日子不会样样都明白 对将来亦都不能够把握 所以单凭人的智慧 并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如果要掌握生命的傲秘 就要趁着活在当下 亲近、信靠和敬畏神 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这样对永远的未来 才会有活潑的盼望 在第一课的概论 我们曾经说过 传道者的论述 包含了两个重要光领式的主题 第一个在传道书的一章三节 传道者问 牢独对人有什么益处呢? 而第二个在这里的六章十二节 传道者提出两个问题 或者我们再看一次 六章十二节的下半节怎么说呢? 传道书六章十二节的下半节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 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 有什么事呢? 传道者问 有谁知道 怎样的生活才是对自己有益呢? 有谁知道将来的光景是怎样的呢? 传道者对这两个问题 应该有自己的答案 不过当说到实际体验的时候 答案会是因人而异 甚至是互相矛盾 是啊 当人面对问题那一刻 不一定能够冷静分析 和用理智去处理的 所以传道者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 尝试由实质的角度 去衡量和教导神的指纹 在下一课 我们会开始查传道书下半卷书的经文 根据以上的问题 传道者提出人生四大极限 欲知详情 就继续和我们查传道书了 弟兄姊妹 我们下一课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